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由鍾家衛為你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美韓聯合聲明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反對破壞和威脅 美國參議院新增跨黨派動議 為香港人提供庇護 備戰與中俄遠程作戰 美國海軍將舉行最大軍演 英國首相點名北京 直言亞洲部署航母 維護國際秩序 中國罕見一日內五省接連地震 增後景象令人吃驚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美韓兩國元首 21號在白宮舉行會晤 並發表聯合聲明 雙方一致強調 將致力於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 反對一切破壞或威脅區域穩定的活動 美東時間5月21號下午 美國總統拜登和韓國總統文在寅 在白宮舉行峰會會談結束之後 雙方召開聯合記者會 並發表聯合聲明 拜登在記者會上表示 兩國將致力解決 南中國海的航行自由 以及維護台灣海峽的和平和穩定 文在寅亦表示 美韓兩國將更緊密合作 維護台海和平和穩定 兩國領導人還承諾 將密切合作 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 白宮公布的美韓聯合聲明表示 美韓兩國反對一切破壞、擾亂 或威脅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活動 將共同致力於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聲明還看到 美韓雙方將在朝鮮半島局勢 氣候變化、全球公衛 包括5G和6G科技 和半導體在內的新興科技 供應鏈彈性等方面 加強合作關係 文在寅在繼日本首相菅義偉之後 和拜登在白宮會晤的第二位外國元首 突顯拜登政府對亞洲局勢的重視 美日兩國元首 在4月16日發表的聯合聲明中 也強調了台海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 並明確反對中共 在南中國海水域 咄咄逼人的主張和動作 不過 文在寅這次和拜登會晤 雙方在對抗中共的議題上沒有突破 聯合聲明中 沒有提及中共威脅的字樣 專家認為 一向持親共立場的文在寅 不想公開刺激中共 華盛頓之父哈德遜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 李查德·毅慈 Richard White博士 對美國之音表示 雖然拜登和文在寅 可能在私下討論 中共在該地區的欺凌策略 但是文在寅 會被在公開場合表態 和採取任何行動 華盛頓致富傳統基金會 Heritage Foundation 高級研究員 布魯斯·歐林格 Bruce Kleiner說 首爾擔心 冒犯他最大的貿易夥伴 不想捲入其中 想正正站在一旁 歐林格曾經擔任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負責朝韓事務專家 他認為 韓國抱怨美國施壓 但華盛頓覺得 當共同價值觀 和原則遭到攻擊之際 民主國家應當挺身而出 不需要讓華盛頓 來提醒首爾這一點 專家普遍認為 拜登和文在寅這次峰會 沒有取得任何突破性進展和成就 只是重申華盛頓 和首爾之間的同盟關係 以及在疫苗、高科技和投資方面的合作 拜登在記者會上宣布 將對55萬 和美軍密切合作的韓國軍人提供疫苗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梅亂德斯 Bob Menendez 5月20號星期四 推出跨黨派修正案 要求在目前 正接受兩院審議的戰略競爭法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加上為可能遭到港版國安法迫害的香港人 提供庇護的條款 梅亂德斯在20號 要求將今年較早時候 參議院推出的香港安全港法 HK Safe Harbor Act的條款 加入正在審議的戰略競爭法當中 以允許可能會由於港版國安法 而在香港遭到迫害的香港居民 在美國以第二優先的身份申請避難 這個修正案得到包括共和黨聯邦參議員 盧比奧 Marco Rubio 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莫里克 Jeff Merkley 和民主黨參議員 傅恩斯 Chris Coons的聯署 是一項跨黨派動議 梅亂德斯在聲明中表示 這個法案是在表明 美國政府的政策 是基於他支持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之上的 他說 在我們持續討論 如何更好地重組和調整對華政策時 我們不能忽視 我們需要對香港人民履行的道德義務 這個法案表明 我們致力於為香港的民主人士 維權人士 記者 和香港的其他民眾 提供政治庇護 這些人正由於莫須有的 煽動和違反國家安全的指控 而成為攻擊目標 盧比奧表示 他支持在獲得兩黨支持的 戰略競爭法案中 增加這項條款 他說 在中共當局 持續鎮壓香港的泛民派領袖 和活動人士時 我們必須確保 盡我們所能 為那些遭到中共威脅的人 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傅恩斯則表示 在參議院持續制定 兩黨對華的全面政策時 再次重申 我們保護因行使基本權利 而免臨迫害的香港人的承諾 至關重要 我以和我的同僚 推出這個修正案為榮 因為這個修正案 將對全世界發送了一個明確的信息 這就是美國支持那些 為民主和自由而抗爭的人 報導表示 戰略競爭法案 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領袖 梅亂德斯 和共和黨聯邦參議員 李斯·Jim Rich 聯手起草的一個法案 這個一男子法案 是美國國會於1993年 推出香港政策法 Hong Kong Policy Act以來 針對中共 推出的最重要 和影響最深遠的法案 今年夏天 美國海軍 數以萬計的服役人員 和海軍陸戰隊 將參加10年來最大型海軍演習 目的是備戰未來 和中俄發生衝突時 如何進行遠距離作戰 據military.com 軍事網站在5月21日報導 美軍航空母艦 潛艇、軍機 無人駕駛艦艇 以及大約2萬5千名服役人員 將參加下季美開始的2021年 大規模演習 Large Scale Exercise 2021 簡稱LSE 這次大規模演習 將跨越17個時區 部署在美國、非洲、歐洲 和太平洋地區的海軍官兵 和海軍陸戰隊盜將參加 實地演習 將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舉行 美國艦隊司令 USFFC 海軍上將克里斯托格雷迪 Christopher Grady 在電郵中告知military.com 軍事網站 LSE不僅僅是訓練 它還利用多個海軍部隊的綜合戰鬥力 可以在全球有爭議的環境中 跨所有領域 共享感測器、武器和平台 他補充說 這將是一系列演習中的第一項 海軍將繼續推進 打造一支卓越的海上力量 在針對中東數十年任務之後 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 正在更加緊密合作 隨著美國和中共 俄羅斯之間的對抗和競爭不斷加劇 海軍正在將重點 從基於地面的反恐怖組織戰鬥 轉移到壓制中俄侵略 英國首相約翰遜 星期五、5月21號 在視察位於撲持茅斯海軍基地 Portsmouth Naval Space的伊莉莎白女皇號 HMS Queen Elizabeth航母時表示 英國旗艦航母首次在亞洲進行作戰部署 就是向北京表明 英國信奉國際海洋法 英國和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夥伴國家 在維護法治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方面 發揮著重要作用 英國首相約翰遜 星期五前往位於英格蘭南部的 撲持茅斯海軍基地視察 他在伊莉莎白女皇號航母上 對媒體說 我們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向我們的中國朋友表明 我們信奉國際海洋法 並將以自信 而不是對抗的方式 證明這一點 約翰遜還說 我們不想和任何人對抗 但我們確實認為 英國和美國 荷蘭 澳洲 印度等 很多很多其他朋友和夥伴 共同在維護法治 維護我們都仰仗的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方面 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據報導 早在4月底英國就宣布 該國皇家海軍 伊莉莎白女皇號航母打擊群的首次全球部署 將於5月開始 將途徑地中海、印度洋 和南中國海等到達日本 就軍事部署 和40多個國家進行互動 展示英國的價值觀和軍事能力 據報導 當伊莉莎白女皇號航母開始遠航時 將有兩艘英國皇家海軍 45型驅逐艦 兩艘23型護衛艦 一艘維多利亞補級 綜合補級艦 同一艘潮直級 油鳥補級艦 同一艘基敏級 攻擊型核潛艦護航 英國國防部在4月26日表示 兩艘45型驅逐艦 分別是保衛者號 HMS Defender 和鑽石號 HMS Diamond 兩艘23型護衛艦 分別是肯特號 HMS Kent 和列治民號 HMS Richmond 5月21日至22日 中國青海 雲南 陝西 四川和甘肅五個省份 接連發生地震 其中青海省在22日凌晨 發生7時4級強震 截至10時50分 共紀錄島嶼鎮453次 雲南大里 在21日晚發生6時4級地震 截至22日6時 地震已導致3死28傷 網路傳出震後景象令人吃驚 中國地震台網測定 5月22日2時04分 青海省果樂藏族自治州 馬多縣發生7.4級地震 震源深度17,000米 震中10,000米範圍內 平均海拔約4,200米 截至22日4時35分 共紀錄島嶼鎮104次 最大為4.6級 到10.50分 共紀錄島嶼鎮453次 在青海省馬多縣城 花石峽鎮 黃河鄉鎮感強烈 馬多縣很多房屋被震裂 當地居民都在戶外空地暫時被難 當地媒體稱 鎮中附近人口稀少 目前已知8人受傷 青海省路政部門消息 西嶼高速共獄路段 野馬灘1、2號大橋灘塔 花九線 昌麻河大橋灘塔 國省幹線受損變形拱起 正緊急搶收 網友發布的視頻顯示 青海果樂洲野馬灘2號大橋被震塔 道路已封鎖 昌麻河大橋灘塔 車輛無法通行 視頻可見大橋斷城一段一段 網友們表示 一看就是豆腐渣大橋 還有視頻顯示 地面露出長長的大裂縫 情況令人吃驚 這一節的新聞為你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